美国参议员罕有感在周末开会 审议总值约1万亿美元 相当于7亿8千万港元的基建开支法案 并在星期日敲定最终版本的详细内容 外界相信法案可以在这个星期内通过 有分析认为证明国会能够克服党派分歧 达成一致意见 另一方面国内经济复苏不如预期 极须再次打入强心针 这个法案除了之前通过的4千5百亿美元 相当于3万5千亿港元 还包括约5千5百亿美元 相当于4万3千亿港元的新增支出 主要用于轻建高速公路和铁路 扩大网络建设 更换原制水管 设立电动车充电站等 简单而言 大幅增加在道路、桥梁、运输和机场的支出 总统拜登上任后 提出数个万亿级预算计划 在对外宣传这些计划时 拜登多次提及中国 并将基础设施建设 作为赢得和中国竞争的重要战略 英国广播公司文章分析 美国基础设施规模原本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但随着时间推移 再加上政府维护不力 基础设施水平每放日下 早在今年3月 美国土木工程师学会发表评估报告 对美国基础设施评分为C减 意味着整体处于平庸水平 一些领域有重大缺陷 报告说在美国 有超过4万5千座桥梁处于差的状态 有超过4成的公路都处于差 或者一般的状态 超过1成5的废水处理系统 已经达到或者超过设计容积 几百个水库每天都出现故障 因公路状态陷阶导致交通阻塞 令到上班族每年通勤时间 平均增加了54个小时 外界相信基建计划将会提高 美国在经济领域的竞争力 由于变种新冠病毒的肆虐 美国放开封锁限制的步伐出现倒退 可能在下半年继续拖累经济表现 短期来看 美国需要一笔新的大手笔投资 为经济发展增添动力 不过究竟是强心针还是妈啡 仍然有待观察 感谢大家订阅